我特别同情这对父母 太难管了 来 你们坐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三栋五椅上的 孙春红五胞胎的妈妈 我是五胞胎的爸爸 江永 当初知道怀了五个孩子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特别的 当时怎么说 就是感觉是脑子一片空白 什么感觉都没有 刚开始检查出来就是五胞胎吗 不是 刚开始检查出来是双胞胎 还有啥呢 可能是孩子小 也可能是怎么回事 他只说是双胞胎 三个月的时候 后来怎么慢慢就三四五 就是后来吧 四个多月的时候 就想着再查一下吧 看靠不靠谱 到底是两个还是怎么回事是吧 就两个还是很高兴的对吧 当时很高兴 他还说是两个都很好 所以就四个都要再查的时候吧 就说四个 四个 这次什么感觉 当时说四个的时候也是蒙了 也蒙了 对 肯定没听说过这种情况是吧 没听说过 他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阴影 还有一个阴影 这一说阴影也害怕是吧 就是主要是怕不健康呗 对对对 当时也没怎么 到了又差不多快五个月了 又查去 查的时候说是五胞胎 五胞胎 对 这个时候还不能确定会不会出现六七八 那就不敢想了 那最后确定下来是 就是医生说五胞胎的时候 孩子他爹 你心里什么感受 不可思议吧 感觉 怎么能来那么多孩子呢 是吧 怎么能来那么多孩子 毕竟人往哪儿毕竟说 毕竟咱也没听说过五胞胎这样的事 当时生他们的时候 我是191斤 然后坐在那儿看不到膝盖那种感觉 我记得曾经我们采访过一个五胞胎的女生 在这个舞台上 她说自己的肚皮撑得像蛋壳一样 很薄的快破了 对 真是那样 吃完他们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的肚子表面这一层皮 是完全掉了 我感觉她是很激烈的 我们打算决定下来 没问题 我感觉我的肚子表面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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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三个男生下去自由活动好吧 还说女孩乖 他们是不是都在保温箱里啊 是 在保温箱待了33天 那费用可不小啊 是 算起来就将近20万 然后呢 我们当时是在 20万一个月 对 33天将近20万 然后我们 我们在我们的当地那个很有名的医院吧 人家医院给免了四五万 谢谢大家